研發的微型天線技術 獲得多個國家的認證 台海情勢日益緊張 今年六月總統蔡英文 特地到國防大學科技研究中心 視察成果 大家投入第一線研發行列 國防部和科技部提出的 這項學研中心計畫中 主持人就是最高主管 國防大學教授葛明德 主要是推動我們國家的國防事務 葛明德負責國防武器發展案 曾親自主持逆縱塗料 船艦電磁炮等上百件研究計畫 掌握各項重大軍備發展進度的他 如今卻驚爆 涉嫌違法兼職等弊端 引發國安威脅 根據消息指出 2014年葛明德涉嫌透過人頭出資 和同樣是上校退役的 張信合伙人 在樹林成立一間科技公司 更被查出2018年 他曾多次以探親民意 前往上海 葛老師不是我們的股東 跟我們也沒有任何的投資關係 我們曾經有多次向葛老師 請教技術上的問題 即便張信負責人否認 但檢調接獲勤資 葛明德曾和中國人士 合作發明專利技術 事後再把專利權 讓給張信合伙人 向兩岸申請專利 目前校方已指派 報防官監察官約談葛明德 檢調也分案徹查 是否有洩漏國防機密疑餘 他在國際上跟國內有發表配合 只要對於技術上有貢獻 我們就專利法 就要把立為發明人 葛明德清楚地掌握台灣軍事國安 擁有制高權限 沒有經核准和中國往來 都已經違反正義專案 就怕成為國防機密 外洩破口 還可能被對岸滲透 三一學時他並成為土台